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上一堂课 已经针对这个 电厂跟磁场 然后之间他们两个可以互相的 感应互犯的部分的话 把must rate equation修正了 那我们现在我们这堂课开始以后的话呢 就是说这个电厂跟磁场 他们互相要感应的时候呢 就是必须要 这个场是随着时间在改变的一个场 那换句话说 我们对于 时间在改变的一个场的话 那你看到的这个电厂 跟 它的电位之间的关系呢 你必须要再把后面 因为磁场随着时间在改变 而induce 出来的电厂的部分呢 把它放进来 那磁场的部分的话呢 那它是 这个 这个 克A的部分 换句话说 如果是以电厂来讲的话 这一项 完全是跟 charge 的分布有关系的一个物理量 然后这一项呢 这一项呢 完全是跟 这个 电流随着 这个 时间变化 有关系的一个物理量 那我们看到了 这两项的部分 造就了一个 电厂的部分 那在之前 我们也讲了 我们也讲了就是说 依照这 两个关系的部分的话 我们在这个高斯定理里面的话 我们说 定位你的球法的部分 就是 4π190分之1 然后 你的R ρ dv' 那这是对整个dv' 来积分的部分 那 这个vetapotential的部分呢 是πμ0 OK 好 R分之 j' dv' 对v' 积分的部分的话呢 这两个部分 完全没有考量到 我们 这个potential 跟这个roll 它们之间的 时间的 一个time delation OK 也就是说 这两个solution 都是一个quasi-state quasi-state的view 来看待它的 OK 那 接着我们 要看待的部分的话呢 就是说 某一点 我的 这个 charge density 到 你距离 R Y的potential OK 这里的potential 跟它的时间 它会有一个time deletion 也就是说 我们在 这T时间的 电荷的改变 或者是T时间的电荷 到 到 你在R 距离 以外的地方的时候呢 我们所测量到的 这个potential呢 是跟什么时候有关系呢 是跟 你的这个距离呢 在同一个时刻 T的时候 我应该这样讲 我们说T时间的时候 应该是 你跟 T-R 除以U 的 这个 Charge density 是有关系的 那像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是 你已经考量到一个 time relation relation retard 就是你的时间的 delay的关系 所以 我们把这个叫做 time retartation 的概念 好 那 那 换句话说 你要考量 T时间的potential的时候 是 T-R 除以U U是什么 就是这个 Po 就是说 从 T-R 除以U 时刻 然后propagate 到 这一点的时刻 是R除以U 所以你看到的是 在我这个时间点 影响到我的行为 是跟我过去的 产生的一个sauce 所得到的 这个果 OK 好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 在物理里面的话 这个就是一个因果论 就是因为这个因 而产生这个果 那因呢 是什么时候发生 是过去发生 这个呢 是现在 时间 T-时间的时候 我所得到的一个行为 的情况 那如果你要探讨 这样子的一个行为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把 整个 整个 电场过磁场 或者是说 我的potential scale potential 过betal potential 它的坡怎么样来传递 好 它这坡 怎么样来传递 这个就是我们接着 我们要讨论的 Wave Equation OK 就是 为什么我们接着要讨论 Wave Equation 的一个 一个原因 OK 看另外一个部分是 我们说 quasi-static view 的一个条件呢 最重要的一个条件 就是说 如果 如果我现在是讨论的 这个距离啊 是很短 短 所谓距离短 是跟什么来比 它很短呢 是跟整个坡的坡长 OK 那换句话讲 你在的位置 你现在要讨论的 这个位置 跟它propagate 一下子就到了 所以你根本不需要 去讨量 这个time reportation的effect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部分的话呢 它随着时间在改变 那随着时间在改变的时候呢 它的frequency 如果不是很 很大的时候 那换句话说 它的frequency是非常小 的情况之下 那我们说 它的改变是 非常缓慢的 在改变 那我们在这一点 所测量到的一个行为的话呢 不会随着它 文姬起舞的情况 所以这是第一种 条件 就是quasi state的field 你必须要 这个 考量的时候呢 就是在这两个条件底下 好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wave equation 既然你已经知道说 你要探讨 time reportation effect的情况之下 那你的wave equation 要怎么样来 呈现出来呢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wave equation 这个wave equation 我们先看一下 beta potential的wave equation 那首先我们从这个 masswave equation 来讲的话呢 cur h 是j 加上rond d rond t 那这个 安培定理的话 虽然被masswave 修正了后面的 displacement 的turn 这个current 的部分 放进来了 那我们看到的是说 如果我现在的median 是一个nidian median 那换句话说 h跟v之间的关系 是很单纯的 所以我们可以把上面这个关系是 就变成mu j加 rond d rond t ok 这是nidian median的部分的话 对于 啊 这个磁场的部分 那对电场呢 d呢 就等于一雄 1 所以你可以把它带进来 就等于mu j加上 一雄 rond e rond t 所以你把它整理一下的话 这个就变成mu 0j 然后再 加上 mu 一雄 rond e rond t 那我们刚刚已经看过说 1的部分 是负的gradient v 减掉 rond a rond t 你把它带进来 的部分的话 我们会看到 k v的部分 现在就变成mu0j a加上mu1 rond rond t rond rond t 把它放进来 那这边就变成是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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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j mu0j mu0 mu0 rond rond t 的gradient v 有一个负值 k k 然后再 减掉 mu0 1 rond a rond t 的二次为分 那 左边的 利用 这个meta的概念的话 我们说 它是等于divergent a 减掉 那plus的a 所以 右边 我把 这个 mu1 的部分把它先放出来 好了 mu0 mu0 啊 还没关系 才是全放进去 k rond rond t gradient v mu1 rond a rond t 平方 那你看到这个关系的时候呢 你可能 就要回想一下 你之前 以前在电 啊 普通物理 或者是啊 啊 这个 啊 那个理论物理的部分 它的波动 方程式的部分 那一个波 啊 那它行进的时候 如果是一次为分的话 那你就可以看到 它是对位置的微分 减掉 这个波的速度 然后 对时间的二次微分 这个东西是看看等于0 或者是看等于什么东西 那这个就是它的波动方程式 所以你现在你看 你这个关系的话 你会发现 这一项跟这一项 其实就是符合 因为三度空间的话 就变成la plus a ok 那你现在你的物理量 你的物理量的部分呢 是a的部分 所以我们就把它再整理一下 看到的部分是 la plus a 然后你把简单 然后你把简单 mu一小 方平方 a 方平方 a 方平平方 然后 就等于 你 向过来 mu 0 mu j mu j 再加上 这个鬼点 把他移到外面去 这个鬼点 把他移到外面去 ok 在物理量 在物理上面 我们可以定 如果这个条件可以 那在物理上面的话呢 我们看 ok 我们说这个条件呢 我们一般叫做 lorent sketch 换句话说 换句话说 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它是一个 static field 那我们可以看到 rong v rong t 是等于 0 换句话说 lorent sketch 呢 它实际上 是一个很简单的 就是 divergent a 等于0 的一个条件 ok 那 divergent a 等于0的话呢 在这个条件的话呢 在物理上面有 两个gauge divergent a 等于0 是我们也常常 用的 它叫做 cool engage 它是用在什么地方呢 我说 平常啊 平常我们说v v 是代表 k a ok 那你把 k b k b 的部分就是 k a 它是等于 m j ok 是一个很 很这个 啊 我们之前已经 了解的 那 前面这个 我们把它用 向量的关系 把它 倒一下 我们会发现 这个是m j j的部分 那 我们常常会把 这一项的部分 就是我们所谓的 这个passan equation 那 这一块啊 是我们常常把它拿来当成是0的部分 所以如果在这个条件去下 那 你就可以看到 这一个 是我们的passan equation 如果这是0 那就是passan equation 所以这个是等于0的条件 就是我们的coulomb gauge 这是我们物理上面的两个很重要的gauge 一个是coulomb gauge 一个是lorens gauge ok 好 那 现在我们讨论的 这个 wave equation for metapotential 的部分的话呢 你看到 它的wave equation 是在这个条件底下 那这个条件 就是我们所用的coulomb gauge 的一个情况 这是第一个 我们看到的 对 betapotential的部分 我们已经知道 好 我们现在 我们的wave equation 把它写在这里 好 那你现在你看到了 我们刚刚说我们的wave equation 是 一度空间的话是 对 对 位置的二次微分 减掉v平方 v v平方 这个 这个v呢 是就是你的wave的速度 换句话说 我们现在wave的速度是什么 wave速度就是这个部分的二分 这个开根号导数 也就是我们现在的velocity的部分 这个 是等一 是等一 更好 mu一雄分之一 ok 那如果你是在真空里面的话 速度v 就等一 就等一 更好 mu0 一雄零分之一 那这个就是光速c 对真空 对真空的时候 对真空的时候 这是第一个我们看到的 这个我们的 这个电子波 它的这个速度的部分的话呢 velocity呢是等一 根号一雄 mu0分之一的情况 就是第一个 我们看到的wave equation 对vetapotential的部分 到这边有没有问题 ok 我们会先把这个wave equation 推导出来以后 再接着解 那 在大概在下节课的话 我们如果把解 会解的话 要解 学习解以后 那下一张里面就是 电子波的传递 那我们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已经讲到这个 vetapotential 然后我们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scalarpotential the wave equation 那我们现在我们看 diversion的d diversion的d 是等于 就是 高斯定理 ok 那我们一样是 是在 这个linear的media 里面来讨论 这些问题 我们说 d呢 是等于一雄一 所以上面的关系 所以上面的关系 就变成 一雄一 是等于肉 ok 那我们在之前 已经看到了 diversion 一的部分 是等于 di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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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那你现在看到 把它一项一项 拉出来的话 那你现在看到 la plus b 加上 long a 因为 因为 把 把 diversion 放到里面去 然后就等于 一雄肉 ok 那我们因为用的是 这个cooling gauge 所以你现在 这一项 对cooling gauge 而言 它是等于 mu ission long v long t 是等于 d 所以你可以把它 带进来 你就看到了 剪掉 muission long 平方 v long t平方 就等于 一雄分子 所以 这个带进去以后 你看到了 非常单纯的 wave equation for scale potential for scale potential 同样的 因为这边不是零 所以它是一个 homogeneous 所以 换句话讲 你刚刚看到 你用cooling gauge的时候 不是凭空来的 而是你当你在讨论 这个scale potential 跟betal potential 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 如果两个方程式 都要有 写成波动方程式的时候 这个gauge 是要维持住的 才能够 非常恰当的看到 一个 nonhomogeneous miniour的 wave equation 的部分 到这边有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 先把这个写过来 好了 这边有一个who 对 这边插了一个who 很好 谢谢 谢谢 好 我们看到了两个 你看到它其实是还有对称性的 因为这边的source的部分 一个是current current density 一个是charge density 的部分 好 到这边有没有问题 好 它通通是在under 在这个rollens gauge的部分 哦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结果 它这里有没有问题 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接着我们要看到的就是说 我们怎么解这两个equation 这是我们接着我们想要看到的